有一个大学里班级里 班级里选校花 就是班花了 不是整个学校的 班花了 结果这个班级有三十多个人公开投票 结果一个长得一般般的人 大家都好看的不在竞争 长得一个一般般 不好看的一个女孩子 叫小梅 轮到她发表演讲的时候 这小梅就站起来说 同学们 大家想好了 如果你们给我个机会让我当选的话 再过几年 你们所有在座的姐妹 可以向自己的先生非常自豪地说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比我们班花还要漂亮 不知道多少倍 结果小梅全票当选 大家想一想 说明什么 说明说服别人支持你 不一定要证明你比别人优秀 而是要让别人觉得 因为有了你 他们才变得更优秀 让别人知道 让别人知道 因为有了你 你更有成就感 所以学佛人要时刻 让别人感到你的存在 让别人看到菩萨的境界 因为你在学菩萨的一言一行 使得别人也会照着你的样子 来学习菩萨 所以我们去度人 我们要学佛 首先样子 语言和思维 都要和菩萨接近 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菩萨 啊 我们可以接下来 你 我可以一直在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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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